警方破門攻堅破獲地方賭場 嫌犯一看到警察找上門 當場嚇傻眼 來 輝哥你是這邊的 警方一進到屋內 有別於其他賭場 桌上沒有籌碼 沒有賭具 而是平板 以及智慧型手機 螢幕上則是台股指數 另外還有其他個股資訊 原來是股票玩不夠 還要拿指數來對賭 警方進一步解釋 以今天4月22號為例 11點賭客跟組投對賭 假設賭客下19,490點 組投下19,493點 等到11.5分開獎 指數是19,491點 這樣就是賭客獲勝 但如果賭客下19,495點 組投下19,492點 這樣就是組投贏錢 雙方對賭 以點數進的算贏 1.200塊錢 對於組投來說 賺錢的關鍵是手續費 賭客每一次下注 要收100到150元不等 情事局有鑑於台灣股市熱錢湧入 不只台面上玩得兇 非法博弈也很猖狂 這次偵破以48歲 王姓祖賢為首 共20人的賭博集團 裡面還有不少是婦女黨 聯手犯案 以台紙數為投資標的 以做多做空漲跌標的為輸贏 並收取新台幣100至150元作為手續費 警方調查這個不法集團一年內進出金額高達2億 金流數字龐大 引起減掉關切 不法獲利粗估3000萬 嫌犯就是看準賭客以小不大 把歪腦筋動到台股上面 TVBS新聞 陳其軍 許又翔 台中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